新世界 灵性的觉醒 作者 埃克哈特托利 翻译 张德芬 第八章 发现内在空间 第三部分 呼吸 你可以在思想序流之间创造空隙 来发掘内在空间 没有这些间隙 你的思考是重复的 无心意的 缺乏创意的火花 而这是地球上大多数人的情形 你不必担心这些间隙的长度 几秒钟就够好了 逐渐的它们会自行延长 你丝毫不必费力 重要的不是间隙的长度 而是要常常把它们带到生活中 这样你的日常活动 还有你的思想序流中就会有空间出现 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灵性机构的年度课程表 上面有各式各样有趣的课程和工作坊可供选择 让我印象深刻 它让我想起瑞典的一种自助大餐 在这种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自助餐当中 有各式各样令人垂涎欲低的菜肴任你选择 那个人问我是否可以推荐一两个课程 我不知道 我说 它们看起来都那么有趣 不过我知道的是 我补充 如果随时随地想起来的话 就去觉知你的呼吸 越频繁越好 这样做一年 你的转化力量比你上所有这些课都来得大 而且它是免费的 觉知你的呼吸 可以把注意力从思想上转移开 并且创造空间 它是创造意识的一种方法 虽然整个意识早就以未显化的状态存在了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意识带进目前的这个向度当中 觉知你的呼吸 注意到呼吸的感受 体会空气进入你身体的感觉 注意在呼吸时 你胸部和腹部是如何微微地扩张和收缩 一个有觉知的呼吸 就足以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思想序流之中 创造一些空间 每天试着多做几次有觉知的呼吸 这是把空间带入你生活的绝佳妙房 即使你和一些人一样 每天关呼吸冥想两个小时或更久 即使你仅仅需要觉知到一个呼吸 你一次也只能觉察到一个就够了 其余的都是记忆或期待 也就是说思想 呼吸并不是你在做的事情 你只是目睹它的发生 呼吸是自然发生的 是你身体内在的置信在运动 你需要做的就是目睹它的发生 不需要紧张或费力 同时注意呼吸中的暂停时段 尤其是在你呼气中了 准备开始吸气时的那个定静点 很多人的呼吸是极不自然的短浅 你愈加觉知到你的呼吸 它就愈会重回到它自然应有的深度 因为呼吸是如此无形无相 自古以来 它就被视为等同于心灵 无形无相的之一生命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并将生命之气吹进了他的鼻孔里 然后那人就成了活的受造物 德文中的呼吸 也就是从古印度文atman来的 意思是内在常住的圣灵 或是内在的神 呼吸是无形无相的事实 说明了为什么呼吸觉知 是把空间带入你生活中 并创造意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正是因为它的无形无相 不是一个食物 所以它也是绝佳的冥想对象 另外的理由就是 呼吸是最微细和看起来 最不重要的一种现象 而根据哲学家尼采的说法 最不重要的事会创造最大的快乐 你是否把呼吸觉知的练习 当成一种正式的冥想方法 这取决于你 然而正式的冥想方法 是无法取代把空间觉知 带进你每日生活的这种练习的 觉察你的呼吸可以迫使你进入当下的时刻 而进入当下时刻是所有内在转化的关键 当你意识到你的呼吸时 你就是绝对的灵在 你也许会注意到你无法同时思考并觉察你的呼吸 有意识的呼吸会停止你的心智 但这完全不是进入恍惚或是半睡眠的状态 你还是非常的清醒和高度的警觉 你不是落于思想之下 而是超越了它 如果你看得更仔细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种情形 完全进入当下时刻 和停止思考而不失去意识 其实都是一回事 空间意识的提升 上瘾症 一个长期的强迫性的行为模式 可被称为是一个瘾头 而这个瘾头在你之内 以准实体或子人格的方式存在 成为一个能量场 不定期的会完全接管你 它甚至还会接管你的心智 以及你脑袋里的声音 而让后者成为那个瘾头的声音 它也许会说 你今天真辛苦 你该得个奖励 何必拒绝你生活中所剩的唯一乐趣呢 如果你由于缺乏觉知 而与这个内在的声音认同的话 你就会发现自己正走到冰箱门口 准备拿那个很甜腻的巧克力蛋糕 其他时候 这个瘾头可能完全直接跳过心智的思考 而你突然就发现 你正在抽烟 或是手上已拿着饮料了 这玩意儿怎么跑到我手中的呢 从烟盒中拿出这根烟 然后点燃 或是为你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这两个动作都是在你完全无意识中发生的 如果你有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模式 像抽烟 爆食 喝酒 看电视 上网成瘾 或任何其他的瘾头 这是你可以做的 当你注意到那个强迫性的需求 在你之内升起的时候 停下来 然后做三次有意识的呼吸 这样可以创造觉知 然后花几分钟去觉察那个强迫性的冲动本身 它是你内在的一个能量场 有意识地去觉察你身体或心理要摄取 或消耗某种物质的需要 或是要把那个强迫性行为表达出来的欲望 然后再做几次有意识的呼吸 之后也许你会觉得那个强迫性的冲动已经消失了 至少目前是 或许你会觉得它还是会掌控你 使得你不得不沉溺于它 或是把它表达出来 不要视它为一个问题 把你的上瘾症作为上面描述的那种觉知练习的一部分 当觉知增加时 上瘾的模式会变弱 只要你是以心智观察者的身份临在 它就不太容易把你拐去做它想要做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简单但却极为有效的方法 可以让你在生命中找到空间 它也是与呼吸密切相关的 你会发现当能够感受到空气细微的在身体进出 还有胸部和腹部的起伏时 你也同样觉知到了你的内在身体 你的注意力可能从呼吸转移到对内在生命力的感受 进而扩散到全身 很多人被思想所搅扰 并且与他们脑袋中的声音如此的认同 以至于他们无法感觉到自己内在的生命力 无法感受到赋予肉体活力的生命力 也就是你自己的生命 这对你来说是莫大的损失 如此一来 你不但开始寻找那个内在自然幸福状态的替代品 还会寻找其他的事物来遮掩你经常性的不安 这个不安来自于你无法与生命的活力接触 虽然这个活力始终在那里 但总是被忽视 人们寻找的替代品中 有因为药物而导致的兴奋状态 超大音量的音乐造成的过度感官刺激 惊悚或是危险性的活动 或是性泛滥 甚至像关系中的一些巨码 也用来成为那个活力真实感的替代品 但最常用来遮盖这种经常性背景般不安状态的事物 就是亲密关系 一个可以让我快乐的男人或女人 当然 这也是最常见的令人失望的经验之一 当那种不安再度升起时 人们通常会为此责怪他们的伴侣 做两三次有意识的呼吸 现在看看你是否能够探测出一点点细微的活力感 这种活力是充满你整个内在身体的 这样说吧 你能从内在感受你的身体吗 很快地感受一下身体的个别部位 感觉你的手 手臂 脚和腿 你能感受到腹部 胸部 颈部和头部吗 你的嘴唇呢 在它们之中有生命吗 然后再试着感受一下整个内在身体 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许要闭上眼睛 当你能够感受到你的身体之后 睁开眼睛 环顾四周 在此同时继续去感受你的身体 有些读者也许觉得不需要闭上眼睛 他们可能在阅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能实际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在身体了 内在和外在空间 内在身体不是坚实的而是空旷的 它不是你的身体形象而是赋予身体形象的生命 它是创造和维持身体的智性 同时协调上百种不同的极度复杂的功能 这些功能人类心智可能只懂得一点点 当你觉知到它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那个智性已经觉知到它自己了 它就是那个令人困惑的生命 没有科学家曾经找到过 因为负责寻找它的那个意识就是它自己 物理学家发现 我们的感官创造了一个假象 所有的物体看起来是无比的坚实 这包括了我们的肉体 我们感知而且认为我们的肉体是有形有象的 但是其中99.99%其实都是空的 相对于原子本身的大小 它们之间的距离空间也是如此的庞大 同样在每个原子之中也有如此广阔的空间 你的肉身只不过是一个你认为你是谁的错误的认知 在许多方面身体都像一个外太空的微宇宙版本 为了要让你理解在天体之间到底有多巨大的空间 可以试想光速每秒30万公里 所以只要一秒多一点 光就可以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来去 从太阳来的光芒大约需要八分钟才能到达地球 在太空中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是一颗叫做人马座的星球 也是离我们自己的太阳最近的太阳 从它那里光需要四年半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 这显示了围绕着我们的空间有多广大 还有一些银河系之间的太空 它的浩瀚是不可思议的 离我们银河系最近的仙女座银河系 光速要花240万年才能到达地球 对于你的身体和这个宇宙一样的广大无边 你能不感到惊讶吗 所以当你更深地进入那个有形有象的肉身时 它会展现出它本质上的无形无象 它会成为你进入内在空间的大门 虽然内在空间也是无形的 它却是极度的活跃 所谓的空间就是生命全然的展现 也就是那未显化的源头 而所有显化的事物都是源自于那里 这个源头的传统说法就是神 思想和字句是属于有形世界的 它们无法表达无形世界 所以当你说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内在身体 就是一个思想所创造的错误观点 真正的情况是那个表现出是一个身体的意识 也就是本我的意识 已经觉知到它自己了 当我不再把我是谁和一个短暂的形象 我混淆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无限和永恒的像度 神就能经由我和指引我来表达自己 同时它也将我从对形象的依赖中解脱出来 然而一个纯粹理性上的认知或相信 我不是有形有相的并没有帮助 最重要的问题是 此刻我是否能感受到内在空间的临在 而它真正的意思是 我是否能感受到我自己的临在 或是那个本我的临在 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指标来指引这个真理 问你自己 我是否不仅觉知到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觉知到当下的本身 也就是那个活生生的永恒内在空间 而万事万物都是衍生于其中的 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和内在身体无关 你也许会很惊讶地发现 当你能够觉察到当下那个空间时 你会突然感觉内在更加的有活力 你感觉到了内在身体的活力 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就是本体喜悦本质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进入身体才能够超越它 然后知道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 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尽可能用内在身体的觉知去创造空间 当你在等待时 聆听某人说话时 当你停下来注视蓝天 树木 花朵 你的伴侣或孩子时 同时感觉你内在的那个活力 这意味着你一部分的注意力或意识 要保持无形无相的状态 然后剩下的注意力或者意识 可用于外在的有形世界 当你用这种方法进驻你的身体时 它会成为让你保持临在于当下的一个传矛 它可以帮助你 不至于迷失在自己的思考 情绪或外在的情境中 当你思考 感觉 感知和经历时 意识就在有形世界中诞生了 它转世重生为思想 感受 感官觉知和经验 佛教徒最终想要从中解脱出来的 转世重生 其实不停地在发生 而只有在此刻 经由当下的力量 你才可以从那个轮回中跳脱 经由完全地接纳当下的有形世界 你和空间产生了内在的一致 而空间就是当下的本质 经由接纳 你内在就有了空间 与空间一致 而不是与有形世界一致 这会为你的生活 带来真实的知见和平衡 注意那个间隙 一整天中 你不断地看见和听到 持续变化的事物 在看见东西和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 尤其是那个东西 对你来说不熟悉时 在你的心智评断或解释你所见所闻之前 通常会有一个高度警觉的间隙 而你的认知就是从这个间隙中出现的 这就是内在空间 它持续的时间因人而异 但你很容易错过它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空档非常短暂 也许只有一秒钟或更短 它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 一个新的景象或是声音升起 在认知开始的第一时间 在我们习惯性的思考序留之中 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意识与思想分开了 因为那一刻的感官觉受也需要意识 所以一个不寻常的景象或声音 会让你目瞪口呆 内在也是 也就是说 会产生一个较长的间隙 这些空间出现的频率和长度 会决定你享受生活的能力 以及感到内在与人类和大自然连接的能力 它同时也决定了 你能从小我中解脱出来的程度 因为小我对空间这个向度 是完全没有觉知的 如果能意识到 这些短暂空间的自然发生 它们就会延长 然后 你会更频繁的经验到 单纯去认识事物 而没有思想 或很少思想来搅扰的喜悦 你会感觉周遭的世界变得鲜活 新奇而且有生气 预示经由抽象和概念的心理屏幕 去感知生活 你周遭的世界 就变得愈加没有生气 而且单调 失去自己 以找到自己 每当放下重视有形世界身份认同的需求时 内在空间就会升起 那个需求是来自小我的 它不是真正的需求 我们已经简短地谈到过这一点 每当舍弃一些这样的行为模式时 内在空间就出现了 你将成为比较真实的你 对小我来说 看起来好像是你失去了自己 但实际上却相反 耶稣已经教导我们 你必须失去自己才能找到自己 每当你能够放下这些模式中的一种时 你对自己在有形世界层面中的样貌就少一份重视 而你超越形象后的真实身份就会更完整地出现 你变少了 因为这样你可以成为更多 人们无意识地试图强调 他们有形世界身份的方法有很多种 如果你能够警觉的话 你可以觉察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无意识的模式 要求自己的功劳被认可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生气或是难过 经由诉说自己的问题 生病的经过或是装腔做事以得到关注 在别人还没问你之前就表达自己的意见 即使这些意见对事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关心别人怎么看你比关心别人多 也就是说 利用别人来作为你小我的反应或是提高小我 试着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 知识 好看的外表 地位 体能优势等等 好让人另眼看待 经由对人或是愤怒的反应来暂时地膨胀小我 觉得事情都是冲着你来的 因而感觉被侵犯了 以无用的心理或口头的抱怨来证明你是对的 而别人是错的 需要被关注或是需要看起来很重要 当你觉察到自己内在有这样的模式时 我建议你做一个实验 去看看当你放下那个模式时 你的感觉是什么 而且会发生什么事 就只是放下它 然后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另外一个产生意识的方式是 不在形象的层面去强化自己的身份 当你不再重视形象认同时 试着发掘那经由你而流入世界的巨大力量 有人说 静默是神的语言 其他都是别角的翻译 静默的确是空间的另一种表达 在生活中碰到静默的时候 有意识地觉知它 这样可以使我们与内在那个无形和永恒的相度连结 那个相度是超越思想和小我的 它可能是那个弥漫于大自然界的静默 或是清晨在你房间里的静默 或是在声音与声音之间那个沉默的间隙 静默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经由思考我们无法觉察到它 思想是一种念想 觉察到静默的意思就是保持静默 保持静默就是保持意识 但是没有思想 在静默之中 你在本质以及更深的层面上 是最接近自己的 在静默中 你是原来的你 就是在暂时继承了这具肉体和心理形式 而被称作一个人之前的那个你 也是在那个肉体和心理形式瓦解之后 即将成为的你 当静默时 你是那个超越暂时存在的你 也就是不受制约 无形无相 永恒的意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